又有男星被拍到当街小便了,这次才是一个九次年的小鲜肉。 日前,男星杨绪恩被媒体拍到当街小便,被网友指责人设计他。 当天深夜,杨绪恩现身北京空起的某KTV,穿了一件白色绿绒服和蓝色运动裤,戴着黑色棒球帽和口罩,一身学生装霸相当低调。 一同个TV出来,杨绪恩就在不停地打电话,和对方聊得很热络。 过了一段时间后,杨绪恩停了下来,眼睛开始盯着路边的一个僻静的小角落,随后静止向那个角落走去。 出人意料的是,杨绪恩到达角落后,在角落里藏若无人当街小便。 杨绪恩在上厕所的过程中,也是相当的放松,没有站望看周围有没有人,也没有进行遮挡。 等上完厕所后,杨绪恩才满吞吞地离开了现场。 照片曝光后,引起了许多网友的不满,纷纷表示杨绪恩素质也太差了, 连小孩子都知道,不能随地大小便,公众人物更应该注意啊。 也有网友质疑,KTV是没有厕所吗?为什么要在外面解决? 杨绪恩此前多次以杨光少年的形象示人,自主导以来也出演了许多二熟能详的作品, 比如《美人之造》、《青云之》等等。 17年更是出演了金融作品《射雕英雄传》,在里面饰演了男主角郭健,收获了不少好评。 杨绪恩在剧里饰演的大多是正面角色,给许多观众的印象, 就是一个演技精湛,账相帅气的小鲜肉。 随地小便这件事,的确和平时反差有点大,难怪会被网友吐槽人设崩擦。 随地小便的男明星算起来,还不知杨绪恩一个。 就在今年八月份,刚前贾里云迪在开车途中,突然下车, 在路边花坛旁走步又攀门人后,单击小便。 同样被拍到过单击小便的男明星,还要躲在丛林后面解决的陈昆。 久后在河边放水的张依莎,两人也因为这件事,没少被网友嘲讽。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,更需要注重自己的公众。 形象,给大众带来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正面影响。 随地小便也是一件相当没有公德心的事, 希望这件事之后,杨绪恩能够吸取教训, 更注重自己的形象管理,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。 。